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惜十月初美兰等不到施肺捐赠进行移植不幸病逝 政府虽然有推行公众教育 但是香港器官捐赠人数 一直被欧美和鄰近的国家地区遍低 原因在哪里 又发烧又吐 再入院之后情况就很差 第二早醒回就变了神志不清 开始 邱太丈夫邱勞文 上个月初被确诊患上肝硬化 经医生诊断 要换肝才有机会生存 她和子女都倍感彷徨 因为都出现神衰竭和肝衰竭肯昏迷的情况 那即日送了去玛丽那里去了ICU 急需要一个肝脏 她剩下一个月的命 所有东西都合适 就是这个做不到 丈夫急需换肝 邱太曾经向医生提出 由自己捐出肝脏 她明白到香港器官捐赠率偏低 要等到有合适捐赠者 并不容易 医生怎么说 其他东西都合适 是个体积 差一倍 不容易 不容易 等下 等下 先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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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教授 在深切治疗病房留意一星期 幼露民病情转趋稳定 今日休泰带子女到医院探爸爸 很开心因为真的很想着 在昏迷的时候 没想过原来实验街可以收拾这么多东西 我现在的光是光烂化中期 要等换 要排队 这几天都没见到有人去做手术 努力吧 回家寶貝 如果你我都会努力的 我记得三年 很快我们就可以出去买 其实我们都是要吃那些 不要那么高蛋白质的那些 因为蛋白质多 它会转化了毒素 它那个病是一个遗传性的肝病 就叫威尔顺病 那就是肝病去处理那些疼 是做不到正常的处理方法 保持住 药物呢 现在它也都吃着一只去铜院的 可以暂时 就是帮到肝脏 但是中规来说 它的肝脏已经去到阶段 是很不得翻的了 那就是说呢 它中规是要做肝移植的 肝脏来说呢 这个名单是以那个危急程度 来到排先后的 是很浮动的 那有些就好像邱先生 就在病房里面等着 如果譬如说 当时是再急点在ICU的话 那我们也是会先做那些 过去五年 平均每年有超过一百人等候换肝 但是施肝移植手术 就只有三十八宗 除了肝脏 等候其他器官移植的病人 一年比一年多 医管局数字指出 平均每年大约有四万多人离世 而适合捐赠器官的个案 就只有八十至一百二十宗 当众愿意捐出亲人围体 器官的家属 大概只有一半 卫生署在2007年开始 就有一个行为风险因素的调查 就是去了解一下 究竟市民对于器官捐赠的态度是怎样的 卫生署今年四月 以焦点小组方法 跟进调查 市民对器官捐赠的态度 处方指出 不愿意在死后捐赠器官的市民 由2007年的8.8% 上升到2013年的17.5% 增加了一倍 当一个病人过生日之后 我就向家人提出器官捐赠 但是他介绍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时都会有一些 我都会感受到他们有些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不是很难 唐婉达 担任医管局 器官捐赠联络主任17年 负责在证实病人脑干死亡之后 向过生病人家属 查询捐赠器官的意愿 他很明白 家属不愿意捐出器官的原因 最多人不肯捐 就是因为死者生前 没有说过捐不捐 如果他不想捐的话 那就很大件事了 第二个最多不捐 就是因为死者生前 被达过 这个就很street forward 第三就比较多 是因为传先的观念 我心情我明白和体谅 不过我都会釐清他们 究竟不肯捐赠器官是什么原因 我记得有一个案件 是因为很担心病人会痛 我告诉他 其实整个过程 我们和生人一样 是有麻醉的 是因为我们很尊重的围体 我们很希望整个过程 都是很顺畅 所以他听完就 这样没问题了 香港器官捐赠率片低 早在回归前80年代的立法局 已经开始讨论 当时代表医学界的议员梁智雄 首次提出引入类似强制性质的 选择不捐赠器官制度 即是一个人如果生前没有说过不捐 就表示他死后会愿意自动把器官捐出 不过这个建议最后没有被政府采纳 20几年过去 今天器官捐赠率仍然偏低 每天仍然有超过2000人等候器官移植 选择不捐赠器官 opt out这个制度 在全球器官捐赠率最高的国家 西班牙推行了36年 去年西班牙每100万人中 有36人捐赠器官 比香港平均的5.4人高出五倍计 西班牙的教育很好 你看到他们死了之后捐器官 那个概念差不多是死了之后就捐 opt out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市民的教育要够好 即是说市民对于opt out的明白 你那个身体当你过身之后 就等于是政府的 那它就是有权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你捐什么就捐什么 我不相信现在的市民是会有这样 接受到这样的理念 很多人就觉得 哇 这样是不是一个很极权 是吧 但是其实我看来 就不可以说是极权的 第一 我随时可以签一张纸 说我不捐器官 第二就是法例 但是当一个人的不幸运过身 他的遗体是属于他的最亲属的 我真的到时候说我不捐 都拿不到的 食物及卫生局表示 会先了解选择不捐赠器官制度 在外国的成效 同时会进行调查 收集市民的意见 之后再推出针对性的措施 目标是多久可以完成 这个就未可以有一个很具体的时间 可以说完成 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全速准备 现在要吃这些都是抗排车药 另外有抗排车药 有些抗排车药 有些钙片 其实那些药 我们已经一世都要吃了 总之有一天都要写一天 正常呼吸的 慢慢大胆吸气 用力吹 赵以彤 四年前被医生确诊 幻想费林巴平滑肌瘤增生症 是一个比较罕有的肺病 肺的功能会越来越差 接着开始就会不停地爆肺 爆肺的时候是喘得很重要 而且是很辛苦 我是要用我全身的力量 就是为了去休息 经医生诊断 除了换肺 不会有药医 但是当时做肺移植的个案 每年只得一至两宗 他说自己已经打定输数 其实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我又未至于说 每个人很负面 希望个人正面点 在最后一天 等了一年半 医院终于传来好消息 说有过身病人家属 愿意捐出施肺 给他做换肺手术 绝处逢生 照医童喜出望外 很开心的 真的 有发觉原来可以拔氧气 逐样逐样学 就像一个小朋友 就要学说东西 吃东西 走路 连口气都要学 一年之后 开始就真的做多些运动 一般社交活动 那些都可以的 全部都正常了 警察通知我 就说我先生出了事 初初都想着 不会很大事 但是我见到他那时候 已经是 头都肿了 脏了 梁玉兰 是少数愿意捐出 亲人围体器官的家属 她丈夫 九年前 工业意外 从高处堕下 她赶到医院 丈夫证实 已经老干死亡 当时有器官 捐赠联络主任 接触她们一家 探听她们 对捐赠她丈夫 围体器官的医院 我先生 她本身 又没有签到 那些器官捐赠卡 和说真的 她都不会想到 自己这么快去走 是吧 我都觉得 既然她真的走了 那些器官是没用的 不如帮下 那些有需要的病者 但是呢 我都要看下 其他家人的反应 变到压力好像是 下来 就好像看下 我会怎么做 她承认 在当时要做这个决定 很不容易 家人未必会个个赞成 最后呢 我看完 只得我妈妈说 我赞成 我妈妈和我先生的感情 的关系很好 即她仍然她都支持的话 我的心都放心了 你捐一个器官 就不是说 只是帮到病者一个人 其实你会帮她家人 我觉得这件事 是很有意义的事 赵以彤和梁玉兰 都是少数受责者 和捐赠者家属 卫生署在2008年 設立中央器官捐赠登记明册 不过过去三年 新登记的人数持续下跌 由2012年的27500人 下降至去年不够2万人 目前总登记人数 也只有18万左右 政府多年来 透过宣传和教育 鼓励器官捐赠 但是成效一直未如理想 换肺手术成功 身体日渐康复的赵以彤 现在积极推动器官捐赠 今天就是台跳比赛 我们有条桥 会宣传到器官捐赠 今次来影响的主题 就是艺术 我们就选了这个非洲鼓 我们会有一棵舞 和音乐的表演 吸引更多人来看 就会给了 其实我们有批评 通常都 那些批评的单张 导致 全部都是卫生署支持 给我们去做的 人方面我们就不多给给我们的 器官推广 那些推广 直接去找人签卡 那些 我们都要 卫生署其实要帮我们很多 我们才做到 我们都觉得某程度上 去到个位 是不是已经差不多呢 其实有没有第二个方法呢 或者有没有第二样东西 可以做得好些呢 但是以我们市民的身份 其实可能想到的事情不多 不同的机构都不停去做推广 但是我觉得呢 有问题就是做一些 例如你会听到 有一位年轻女儿 如果不做移植呢 她就没得够了 哦 很大 蝙蝠的报道 跟着又没了 但是任何的推广呢 都是移軸性的 你靠这些非政府团体 去做 做不足够呢 她的资源上 是无法可以延续性地做的 我们上次会议的时候 就决定了 就是会再办第三次的 香港移植运动会 在公立医院神科 任职顾问医生的周家欢 关注了器官移植问题 近30年 她批评医管局 在配套设备 和支援器官捐赠联络的工作上 微如理想 导致有合适捐赠的器官 都无法用来做移植手术 她说试过 有病人白白错过机会 在医疗系统里面 是不是等得足够的资源 和注意力在器官移植 和器官捐赠那方面 其实在外国来说 绝大部分的器官捐赠者 都是心血治疗部的出的 那些地方 就是医生的姑娘 和病人的配套 是特别高的 照顾得最好的 但是香港来说 在我们的心血治疗部的数据 是远远不够的 就是说医生和姑娘 去照顾这些 我们叫做potential donut 有时候是有心无力的 就算真的很努力地 去做了很多的器官捐赠 推广也好 如果有很多人肯捐赠 其实手术的配套 其实都不够 如果一下子 很多手术要做的时候 她们的心血治疗部 又处理不了 手术又处理不了 其实人的限制 其实真的很大 我们不想再见到 第二个奴美兰的事件发生 所以召集了 各个器官移植的病人组织 成立了 成立的心情固然很兴奋 但是也看到 在我们身边等候器官移植的人士 是不断地离开 其实我心里面是很痛的 是很无奈的 要求政府全面检讨 一班在轮候器官移植 以及接受了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 上个月终成立联盟 促请政府尽快检讨 现行器官移植政策 一方面确立完善的监察制度 另一方面改善医院的陪陶设施 令更多病人可以受惠 其实我们民间团体 只可以辅助 因为我们本身 抱着一个 叫做 復生不忘助他人 自己康复了 我们希望帮到有需要的人 但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使命 但是就不是 真的 是一定说是我们 要做就做得好的 真的要做是要政府做 世界上来说 在器官移植成功的国家 都是有一个独立的组织 我们叫OPO 即是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定立一些策略 一些配套的资源 或者是它能够有些audit 我们叫监察 监察一下哪个人做得好些 如果有一个组织 全部看完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相信效果会好很多 幻想威尔顺症 因为肝硬化入院的邱奴文 一度徘徊死亡边缘 上个月底 有病人家属 愿意捐出肆肝 邱奴文有望做换肝手术 可惜经过检验 医生证实肝肝不适合用来移植 我心情是有点低落的 有点差 因为很难得等到 一个无私的人去奉献 可以说我的情况就是 逐渐逐渐 逐渐 向差 其实我现在挺担心 特别有三个小孩的爸爸 特别担心 有奴文要继续等候施肝 经历病魔的折磨 加人彼此牵挂 他对于器官捐赠 有更深刻的体会 一个无私的奉献 是真的可以延长了另一个生命 亦都可以带给人家一个家庭的幸福 即使我是一个肝脏病患者 我刚刚今天我也体现了 都希望假如我有什么事的话 我身上适合的器官可以捐给其他人 我今次会认识 是一个肝脏病人 可以捐给其他人 我们下来 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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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感谢 你 我感谢 我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